大家看过哆啦一梦的大结局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网友最认可的一个大结局版本 未来的一天 胖虎小福和冲木山三人在聚会 这时电视上在采访 日本机器人制造机的领袖也比博士 原来这个人就是大熊 小福说 没想到我们同学里还有这么优秀的 咱们这次真应该把他叫来 我们拒一拒 大熊现在是全日本的骄傲了 对了 本期问题 你最喜欢哆啦一梦的哪个道具呢 发到评论区哦 而出木山表示 今天对大熊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 我们不能打扰他 我顺便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还记得哆啦一梦吗 胖虎和小福听到这个名字很激动 小福说 怎么可能忘记呢 而胖虎呢 猛的喝了一口酒说 那个混蛋 什么都没说 就突然回到未来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不是说好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吗 胖虎说完 浑身颤抖了起来 出木山表示 哆啦一梦是否回到了未来 咱们暂且不提 他确实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之后的大熊 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对了 你们听出过时间悖论吗 35年前的某一天 大熊匆忙跑回家 我真的无法忍受了 哆啦一梦快拿出来一个厉害的道具 但哆啦一梦呢 却没有理他 一动不动在那儿 直到他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大熊才发现不对劲 大熊怎么摇晃哆啦一梦 都叫不醒 哆啦一梦倒在了地上 大熊用时光电视赶紧向多拉美询问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 多拉一梦没电了 大熊这才放心 没电了呀 换个电池就好了 但多拉美却表示 没那么简单 我们机器猫的耳朵 是换电池时 备份储存记忆用的 如果多拉一梦 没有耳朵就换电池 那他的记忆 就会全部消失 那样 多拉一梦就不记得你了 大熊 听到这里 大熊很伤心 我和多拉一梦经历了那么多 记忆会消失吗 那怎么能行 大熊呢 表示要乘坐时光机 带着多拉一梦 去未来的工厂修理 但大熊刚打开抽屉 就被弹了出去 大熊不理解的问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多拉美说 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时空旅行 已经被禁止了 而且时空警察 在24小时巡逻 多拉美表示 连他都飞不回来 大熊没办法 就开始想各种解决方案 比如 从多拉一梦的口袋里 拿出道具 但多拉一梦不运转 口袋也是摆设 大熊又说 去找多拉一梦的制造者行不行 多拉美告诉他 制造机器猫的人 和各种设计资料 都是国家级的最高机密 我们的数据 都被大量的加密 大熊无奈 最后只有两种选择 大熊无奈 最后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躲开时空警察 带着多拉一梦 去工厂换电池 那样的话 虽然还能继续在一起 可多拉一梦的记忆 就会消失 第二种方法 是一直等待 等未来技术发达了 把多拉一梦修好 这时 妈妈喊大熊吃饭 但大熊呢 满脑子都是多拉一梦 大熊回忆起 他们一起做过的事 一起去过的地方 一起狼狈地逃跑 当自己被欺负时 多拉一梦 也是感动身受 甚至两人还互相争吵打架 但每次都是 多拉一梦让着自己 这么多年 却没有向多拉一梦 说过一次谢谢 然而现在多拉一梦不动了 他才感觉到 什么是孤单 于是大熊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多拉梦也表示 肯定哥哥也不希望你们的记忆消失 并且自己有预感 大熊一定会治好哥哥的 此时 大熊按下决心 多拉一梦 如果没人能救你 那就 让我来吧 时光游戏 考试成绩公布了 这次的第一名 又是大熊 考了498的高分 而出木山是第二名 考了475分 静香和出木山来恭喜大熊 但大熊表示 自己并不在意分数 而是想学到更多的知识 不继续努力 还是不行的 此时 静香表示 偶尔也放松一下吧 咱们三个 明天一起去爬山吧 但大熊呢 说要学习 就拒绝了 大熊走后 出木山表示 大熊变了 而静香呢 很生气的反驳道 大熊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胆小鬼 做事不认真 是偷看别人洗澡的色狼 说完 静香的脸就红了 回到现在 小福说 时间悖论 是时空旅行 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吧 出木山表示 对 目前我们的文明 停止不前已经很久了 你们要知道 达到多拉一梦 那个时代的科技 现在的发展 还远远不够 而今晚 有人就会完成一项技术 能让人类现代文明 飞跃发展 因为这件事 有搞乱历史的危险 所以全世界的高层 都禁止任何人干扰他 甚至从未来 也发来过警告 今晚发生的事 将载入实测 出木山还说 这可是国家机密啊 胖虎不接道 机密 你也敢跟我们讲吗 还是小福比较聪明 我猜到了 这个人就是他 出木山说 只因为小时候的一个誓言 我到现在才知道 他一点都没有变 应该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早在35年前 人类的梦想 世界的未来 都已经托付在他手上了 然而这时 在城市的另一边 大熊把老婆静香叫了过来 大熊把老婆静香叫了过来 静香说 大熊 平时你不是说 这里危险 不让我静来的吗 静香走进去后 眼睛湿润了 躺在仪器里的 竟然是 小十多年的 哆啦A梦 大熊说 现在要充电了 大熊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数据显示一切正常 液态的电流到了仪器里 大熊已经给他安上了 自己做的耳朵 那是储存记忆的 就这样 多拉再也不会丢失记忆了 多拉A梦开始发光 他再一点点充电 这时 儿时的记忆 不断在大熊的脑海中浮现 大熊心里默念着 35年了 多拉A梦 回来吧 而此时 多拉A梦就像听到大熊召唤一样 他的手动了一下 充电终于完成了 多拉A梦 缓缓坐了起来 他说 大熊 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大熊哭了 多拉A梦终于回来了 大熊像小兽一样 扑进了多拉A梦的怀里 大熊说 多拉A梦 我保证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全剧完 本片是多拉A梦的同人作品 展现了多拉A梦 大结局的一个版本 对了 本期问题 你最喜欢多拉A梦的 哪个道具呢 发到评论区哦 很多网友表示 这是至今为止 看到过最有深度最好的一个大结局 大熊的人生并没有靠多拉A梦 他走上人生巅峰 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全日本最厉害的机器人博士 大熊牛叉通过一个人的努力 使人类的科技飞越了100年都不止 本片让我想到了2015年上映的 多拉A梦 伴我同行 那也是一部感人的电影 讲述了多拉A梦 完成了让大熊幸福的任务 被责令18小时内 要告别大熊 返回未来 多拉A梦不舍得和大熊告了别 然而 大熊身边没有多拉A梦时 他学会了坚强 他独自对抗胖虎 即使被胖虎欺负的遍体鳞伤 他还是没有放弃 斗争和反抗 最终 大熊也教训了胖虎 这一点说明 在多拉A梦的帮助和改造下 大熊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 在那部片的最后 多拉A梦还是阴差阳错的 回到了大熊的身边 然而在现实中 多拉A梦和大熊的故事 仍然在继续 其实 我们也并不希望他来个大结局 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 陪伴了我们的童年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等待他们新的故事吧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